在南极罗斯海岸边 奇儿们自由自在 无庸无虑地生活着 直到有一天 爸爸 你看 哇 好可爱呀 爸爸 带你们去动物俩吧 我们要看奇奇儿 好吧 难得假期 我就带你们去吧 耶 爸爸太棒了 你好 我要买两个大轮 是个小孩的入场票 耶 爸爸带你们去看大象 大象的身躯庞大 它们的耳朵好像大扇子 而且它的鼻子也很长 还有一对又白又弯的象牙呢 它们是靠什么为生 它们是吃水果以及植物的 看 长颈鹿的颈项很长 长得很高了 长颈鹿不但颈项长 它们的腿也很长 如果我们迷路了 我一定会询问长颈鹿方向 因为它可以看得远 真的可以吗 以后迷路我就不会害怕了 哈哈哈哈 我们去看老虎吧 它们的牙齿是尖尖的 而且还会发出红亮的哄叫声 爸爸那只小老虎好像一只大野猫 我想摸一摸它的毛发 不行 老虎是凶猛的动物 而且它们是肉食动物 如果它们饥饿时 就会吃小动物了 所以我们要远离它 爸爸我们去看狮子吧 好的 大家手拉手 不要走散咯 咦 为什么有些狮子有蓬松的头发 而有些却没有 那不是头发 而是鬓毛 狮子有分雌性和雄性 那些雄性的狮子是拥有鬓毛的 而雌性的狮子是没有鬓毛 原来如此 难怪狮子王会那么美 狮子有万兽之王的称号 我们不能靠近狮子王 我们一起去看地企鹅吧 好大局哦 企鹅真可爱 让我告诉你们 有关地企鹅的知识吧 地企鹅又名叫黄地企鹅 它的平均身高 大约有90至120厘米 居住在南极的山脉 和罗斯海的交接处 它们平时喜欢吃 深海里的小鱼和小虾 地企鹅是软生动物 每次产一枚软 此企鹅负责到远处寻找食物 雄企鹅则负责孵蛋 孵化时间大约65天 直到此企鹅会来交替照顾 它好像很喜欢我呀 一定是你长得像企鹅 呆呆的 所以才喜欢你 别胡说 别吵了 我们要回家了 回家路上 好冷啊 大家快进屋内吧 我们终于回到家了 咦 咦 怎么厨房传来一阵怪声 啊 邀起了 小山 发生什么事了 邀 邀 邀起了 邀起了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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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家别惊慌 我们先准备一些冰块 不然起了会死掉的 啊 我的天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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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打电话 到警察局报案吧 我去开门吧 你好 我是南极的企鹅研究博士 我是根据卫星追踪地企鹅王到这里 因异常阴谋 地企鹅王被坏人带走 我是来拯救他的 不行 你看起来太可疑了 我们不会让你带走企鹅的 要怎么做才能让你们相信我呢 不如这样 你们跟我一起去一趟南极吧 耶 我们要去南极 我曾想到南极当冒险家 老婆 你在家好好照顾小鹅和小鱼吧 爸爸 小鲜 小鱼 再见 哇 真漂亮 直升机进入大海海洋世界里 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 渐渐的小山都睡着了 好冷哦 这是我发明的保暖丸 你们赶快吃吧 谢谢博士 哇 真的暖和许多了 博士 南极的企鹅怎么都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 地企鹅王 你知道吗 企鹅有灵敏的嗅觉和听觉 能辨认同伴的所在位置 我们就跟着地企鹅王走吧 哇 有北极熊 嘎嘎嘎嘎嘎嘎嘎 快跑啊 快跑啊 不是 您快想想办法 嘎嘎嘎 好 让你尝尝我的 麻醉烟雾蛋吧 耶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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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弟企儿说 那里是企儿门躲藏的地方 这栋真小 怪不得北极熊进步了 乖 乖 让我帮你包扎伤口 不是 为什么南极会有北极熊呢 在一个月前 有一个很有勤的疯狂科学家 把北极熊运来南极 就为了研究北极熊 可否在南极生存 它不但破坏大自然的规律 更威胁到 企儿家族的生命 不行 我们要阻止坏科学家的计划 还企儿一个安全的家园 那要怎么赶走北极熊呢 赶快把北极熊刮起来 谢谢你们 我会把北极熊送回北极的 等一下 你们居然敢封我的北极熊 如果你们再不放了他们 我就把地鞋人王给杀了 不要 请不要伤害他 走开 你们给我记住 我会再回来的 太好了 大人被企儿打跑了 既然事情都解决了 我就送你们回家吧 地鞋儿王 我以后一定会想念你的 不可以忘记我 小三 我们要回家了 妈妈在等着我们呢 企儿们 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 回到家后 妈妈 小幼和小鹅 我们回来了 哥哥 南起好玩吗 嗯 非常好玩 我们看到一大群企儿 很可爱呢 地球的温度每年都在上升 未来企儿也会并临绝肿 人类应负起全球暖化的责任 减少破坏地球 维持地球的生态平衡 是的 我以后要当超人 拯救地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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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